丘友! 各位同学! 数学组老师想和您玩一个 以下有数学挑战题考考您的智慧 大家등alie好没? 开始 第1ny 你们想到答案了吗? 我们找了同学去回答 看看他们的答案是否和你一样 我们要移动一枝火柴 令到等式成立 你会怎样做? 我会这些打直的火柴 变成什么? 变成7 所以整条色变成? 8-7-1 快点讲,用把考讲出来 我会不会考你一个答案 我会知道 8-1-2-7 可以了? 对,很快 哇,同学都很棒 移动一根火柴 你可以变成8-7等于1 又可以 6加1等于7 又可以 甚至有同学想到 8-1等于7都可以 好,同学太聪明了 好了,现在我们试试第二题 对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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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放在这里,43-1等于42,这颗色就对了 43-1等于43,3是不合的,应该是42 所以要把这些火柴移到左边,所以应该答案的数字就是42 看来这一题也难不了同学 好,我们现在进入第三题的挑战了 今次试试找老师接受挑战 如果煮一只鸡蛋要3分半钟 煮3只鸡蛋需要多少时间? 让我先想想 如果同时煮的话,我的答案也是3分半钟 答案正确 哇,超级成功 耶 副老师的答案是完全正确的 好,第四题 我们去找了同学和老师回答 看看他们的答案是否和你一样 十一 一万三千五百八十 一万,这个数字是一个五位数是一万三千五百七十九 然后加一之后就是一万三千五百八十了 嗨,所以你问我 你问我,什么是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之后就是 13,580 13,580 13,580 就是1 这个数字 就是13,579 和1 就是13,580 所以这次数字 哇,大部分同学和Ms.Karen都答中了 聰明了 我们准备下一题 你愿意接受数学挑战吗? 我愿意接受挑战 耶 好,这样子 一个数字 去掉前面的第一个数字是13 去掉最后一个数字为40 第二个数字是 我是不是要说答案的? 是43 答案正康 为什么? 因为呢 我刚刚读出来的时候 43 前面没有了一个字就是4 4 13 到了后面的字就是43 哇,十分之厉害啊,Mr. Zhang 你们又怎样呢? 答不答中啊? 好 现在再来一题 有挑战性的题目 如果1等于5 2等于25 3等于125 4等于625 4等于625 5就会等于1 因为1等于5 5等于1 5等于1 4等于5 5等于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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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 挑战成功 嗯 小朋友和熊老师 都很有数学头脑 说这么快 就到了最后一题了 你们的答案是什么呢? 看同学怎样回答 6加4等于10 6减4等于2 如果把他们减的块在前面 再加的块在后面 就会是那个答案 所以 7-6 就是第一个数字 是1 7加6 就是113 同学答案正确 总共7题 你们答中了多少题呢? 下次有机会 再和你们 脑筋急转弯 拜拜